大家好我是朋友川上节课我们讲了食神身材的格局 今天接着讲第二个食神相关的格局 叫做食神至煞食神至煞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到 食神至煞一听往往就是靠继续赚钱的感觉 因为食神是继续是能力的象征 食神至煞往往是继续工作 当然它也代表权力 不过论食权它不于杀格 除非出现了杀药食字才有真正获得大权力的机会 而食神至煞大部分体现的是你的继能继续财能 那么食神至煞形成的主要条件是什么呢 往往他们两个也是有一个比例的 比如说食神可以稍重一点 毕竟食神为阅令 然后再要有一个煞去制 而煞最好也是要有根 不然煞太轻 那么食神至煞就显得太容易 制得太过反而也不好 总之食神要比煞强那么一点 但是这了解都不能太强 如果食神和煞了解都很强 那这个时候必然深入 往往这个命造就非常的不好 因为这个煞是公生的 虽然食神去制了这个煞 防止煞强生 但是别忘了 食神也是系好日主的 那会导致什么呢 日主要么就被克 要么就被耗 导致生很乏力 这种命造肯定不是特别好的格局 只有当日主生不能太弱时 而继续也什么都不精通 比如说 同样搞房子装修 管理指挥 你会发现 深旺的食神至煞 它的继续会非常强 做工很精细精美 而深很弱的食神至煞 它往往就是给你乱糊涂 到处坑坑洼洼的感觉 食神至煞一定要匹配好 才是真正的好格局 匹配不好 也是有很多不太好的表现 那么食神至煞 当这个食神和煞 这个了解都很旺 生又弱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就必须剑硬 特别是洗硬来帮生 因为硬可以去制多余的食神 同时还可以化掉多余的煞 来生生 它等于一应三用 相当于一虾多吃 好了 那么今天就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这个食神阁中的一种 食神至煞阁 我是庞瑟川 我们下期再见